4 3 2 1 2020年就这么开始了 年初打卡了周杰伦曾经去过的那一家 可以看到铁塔的米其林餐厅 情人节跟男朋友一起去了铁塔建筑 铁塔下面依旧有人用歌声 让这个夜晚变得更加的浪漫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被改变了 计手机之后 口罩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还曾经因为戴口罩在国外受到了当地人异样的眼光 刚刚我有看到就是在旁边有一个在等车的一个母女 然后他们就是看到我俩在这边戴着口罩 然后等车之后那个妈妈她就把小女孩叫回去了 紧接着封城也来了 今天是巴黎封城的第三天 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出门证这么个东西 经历了三个月的封城 大大小小的景区 博物馆又重新开放了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病毒的存在 去旅游 现在我们的位置位于圣马洛 巴黎的最...法国的最西边应该是 去露营 我们一起享受着这个夏天 除此之外 工作似乎也回到了正轨 不停地出差 也终于戴上了一只想要戴的牙套 终于 几二连三的封城又来了 远程办公 家里吞水 吞粮食 就连电梯都只嫌一个人乘坐 曾经宣扬口罩无用的人 也都戴上了口罩 我们也在疫情期间 搬进了新的房子 这一年虽然曲折 但也飞快 转眼间就到了最后一个工作 其实呢今天对我来说 不只是最后一天2020年 不只是2020年最后一天上班的日子 也是我在新公司的 试用期结束的日子 有时我在想 当我去年在凯旋门 跟30万人一起倒数跨年 幻影2020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 我也很开心这一年 用镜头陆陆续续记录了 我的一整年 也是和他在一起的 我们的一整年 2020再见 2021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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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